嗨,我是TiaSabi 歡迎你回到我的頻道囉 那我們今天就來講 貝極系列2 就是最常見的一個問題之一 你已經預約了 可是為什麼還要等待呢? 讓我跟你們委委說來 為什麼你們還要等待的原因 當然啊,我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基本上 藍法、燙法的操作時間大概是多久 首先呢 燙法的時間大概是 三個半小時到四個多小時左右 可能就含燙法、護法、減法 還有就是加熱的一些時間 那染法的時間大概是 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半小時左右 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 主要的時間是因人而異? 因為每個人 每一個人喔! 請你記住 每一個人的頭髮條件 粗細軟硬會造成不同的時間 請各位要有這個觀念 因為大家都不是模板 不是只有一樣的東西 上帝不創造一樣的東西 上帝不創造直線 所以有直線的地方 就不是上帝創造的 所以我要講這個部分 就是會影響時間 那好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來講說 當你呢 預約的時候呢 你可能要遇到一個問題 首先就是睡過頭 沒有開玩笑 開玩笑 你約到第一位 可是睡過頭也可能讓你等待 好 那撇開這個人為的因素 如果我們以正常上班時間來講 就是說 通常呢 假設我們一個髮廊 只有十個位置 那它有五個設計師 那每個設計師一定會有 忙碌跟不忙碌的狀況 那可能今天呢 早上第一位客人 是A設計師的 那下午 那A設計師呢 他就可能 第一位第二位 11點半 12點半 1點半 2點半 3點半 都這樣陸續排下去了 那好 那假設呢 我們第一位是燙染 五個半小時 那它是不是就佔了一個位置 最少要佔五個半小時左右 那第二位客人 也是燙染 它也要佔五個半小時 所以用這兩個 你看喔 它已經佔兩個位置了 它要到晚上 五點半 11點半 12點半 1點半 2點半 3點半 4點半 5點半 差不多5點半 到6點半左右 它才會把客人用好 因為為什麼呢 還有溝通的時間嗎 我們看到CSC了 我們想要告訴他 這次我們要用的髮型 我們需要花點時間 那CSC也要告訴你 你的頭髮條件 能不能完成 你這次想要的目標 我們要花時間去討論 所以 五個半小時以外 還有一個溝通時間 也要加進去 然後 加進去之後呢 我們又會佔用這個位置 多久的時間 所以大家想想看 當你到 1點半的時候 你是第三位客人 你可能 懶頭髮好了 那你可能 兩個小時左右 OK嗎 那好 接下來你已經佔三個 三個位置了嘛 A設計師已經佔三個位置 大家不要忘了 還有另外四個設計師 這個要有點數學邏輯很好 另外四個CSC他們也會有客人嘛 那假設他們也跟A設計師一樣 都這麼忙碌 第一個時間 第二個時間 都有客人了 然後一直往下預約下去 那他們站的位置 是不是就會不夠用呢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就很可能 因為這個原因而等待 那你會想說 奇怪 那他為什麼不管你好預約呢 我想問大家一件事情 請大家看著我的眼睛 如果錢 到你面前 你收還是不收 呵呵 這是一個很艱難的問題對不對 那大家會想說 喔 那你這麼愛賺錢幹嘛 那就想不要怪我 客訴你啊 可是說真的 大家都抱持著僥幸的心態 因為真的 錢到你面前 你不會不收的 那當然店家一定會想說 要盡量降低這個被客訴的問題 所以 就會提供不同的方案給設計師 或者是良心的勸導設計師說 麻煩你們稍微注意一下客人的預約時間 好啊 那假設這五個設計師 人性的他人就來了 A就很聽話 好 那我不要約那麼慢 啊糟糕我業績掉下去了 那我那個月的錢變少了 該怎麼辦 因為設計師基本上都是抽業績的 他們大部分是沒有保底的 所以就是這樣子會影響他的生計 那B呢也好我也傻傻的 我就聽老闆說 推導也就是不要讓客人這樣約 可是客人很現實啊 你今天不夠方便 你不能配合我的時間 我幹嘛配合你啊 是不是 所以他又少了一個客人 那你看CSC也很兩難 客人也很麻煩 那該怎麼辦呢 我只能說這就是人性喔 好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結束了 希望我有為你剪搭 這個 你的內心的一些疑惑 那如果你也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就幫我訂閱以及按讚喔 那我在高雄 如果你想知道我用頭髮 就幫我 就可以透過我的IG粉專 私訊預約了 那我們下次見了 掰掰